大家好,我是给家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人到了50岁以后,身体机能会出现退化 器官组织会走向衰老 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身体的疾病 尤其是老年痴呆症 我们都知道,跟其他的疾病是不一样的 老年痴呆患者主要表现出记忆力不断的衰退 进而善失语言的能力 空间、判断的能力、基本认知的能力 到最后失去了活动治理的能力 而对于老年痴呆的诱因 可以肯定是,如果饮食不但生活习惯不好 周围的环境恶劣 人、大脑、神经就会受到损伤 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预防老年痴呆一定要有合理的饮食 避开三老的食物 其实老年痴呆症是有六个阶段的 最佳的环境干预期在这里 近些年的研究结果显示 以阿尔兹海默症为主的认知证 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美国认知证护理协会 就列出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七个发展阶段 让我们能抓住干预期 注意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 能够有效地减缓阿尔兹海默症的到来 第一阶段轻度已忘 忘记放出的熟悉东西 患者开始健忘 随着年龄的增长 忘记变得越来越频繁 由于是正常衰老的过程 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记忆力下降 所以很多人并不会放在心上 我们可能会有记忆差错 第二阶段有明显的记忆困难 记忆力下降程度增加 集中力也困难 工作能力下降 身边的人也开始注意到了变化 对很多人来说 这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记忆力下降的问题 记不住最近看过的材料和杂志 记不住买完东西到底有没有给钱 就连他们自己都开始意识到了这个变化 不是正常的衰老 该有的记忆下降速度 而且有半语言障碍 脑子里很困难的找到合适的词语和句子来描述自己的想法 很困难的清晰完整的描述某件事情 工作和社交活动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 这一阶段一般会持续两到七年 第三阶段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以外的问题 难集中注意力 无法独自去新的地方 处理任务出现困难 以及社交困难 他们可能会记住 以往一些重大的事件 细节 比如说和谁结了婚 他们的孩子出生了 他们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但最近的记忆力却出现了问题 早上吃了什么饭 刚刚和谁打了招呼 今天出门要做些什么 这些近期的记忆力 对他们而言变得一团糟 不认识路的情况变得更加的频繁 在即行复杂任务和判断能力强的事件时 会出现明显的困难 有些人与原组织能力和逻辑 计算问题都会出现一定的障碍 这一阶段会持续两年左右 第四阶段 独立性降低 户籍地址和电话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需要协助穿衣 洗澡等 这一阶段可能会持续一到五年 第五个阶段 症状严重 开始忘记家人的姓名 忘记过去重要的事情 说话困难 失禁情绪和性格变化 出现错觉和强迫的问题 这个阶段的病人会更加的依赖他人 都无法正确的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 最简单的事情 比如电话响了 该怎么办呢 厨房的水开了 又该做些什么呢 听力能力下降 肢体也慢慢的僵硬 反射异常等问题 会让他们的行动能力受到极限 此外 病人的语言沟通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他们只能用简短的语言和词语 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焦虑 幻觉 幻想和品质的症状 也会更加的明显 性格和脾气也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这一个阶段持续两到五年左右的时间 第六阶段 失去身体控制能力 大多数活动需要帮助 运动能力善失 无法交流和沟通 认知衰退也很严重 阿尔兹海默症的毒性蛋白会清洗脑细胞 让病人出现严重的精神和身体的控制问题 不仅失去了行动能力 不仅失去了行动能力无法行走 也会善失基本的生活治理能力和行为能力 吃饭和喝水都可能出现问题 这一阶段持续1.5至2.5年左右 从阿尔兹海默症 病人大脑中的毒性蛋白 开始异常积累 病人被病魔吞射 直至死亡 会经历十几二十多年 而我国阿尔兹海默症病人 确诊后的生存连线为5.9年 阿尔兹海默症最佳干预的窗口 7.为第二阶段 是刚出现症状的时候 调整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 更有效的减缓阿尔兹海默症的到来 以下三种伤脑的食物 我们一定要避免开 第一种是我们常吃的油条 油条、油饼 油条和油饼是很多人早餐的必备 大家都知道油条之所以蓬松中空 主要是由于添加了蓬松剂 长期食用或者会摄入过量 可能会导致慢性铝中毒 伤害神经系统导致自力退化 大脑反应变慢等 第二种皮蛋 因为它含有铅 传统的皮蛋制作 食用盐、纯碱、石灰、氧化铅等等 将鸭蛋包裹腌制而成 所以其中它含有大量的铅 很多的研究都已经证实 铅对人体的毒害非常的巨大 主要伤害神经系统 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 思维缓慢 对于连过半百的中老年人 容易伤害到大脑细胞 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第三种防腐剂和盐 很多无良商家在生产罐头食品 为了可以长时间的保存 往往会加入一些防腐剂 或者是食用较多的盐 那么其中的防腐剂会影响 以及大脑认知能力 而且长时间的食用高原食物 也会加速认知能力的退化 下面给大家推荐几种 真正见老的营养元素食物 建议大家平时一定要多吃一些 第一种增强大脑记忆力的卵磷子 它与蛋白质维生素并列为第三营养素 第二种保护认知能力的叶酸 研究显示 血液中的同型半光氨酸 含量特别高的时候 发生痴呆几率也会增加 而同型半光氨酸 在代谢的过程中 有个克星 它就是叶酸 叶酸能够清除同型半光氨酸 可以促进大脑神经发育和修复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